在金三角恒行17年的我国大毒销 上个月底在辽国落网 并引渡到泰国准备受胜 警方揭露这名来自霹雳的毒王 在我国坐拥的财产 总值超过1亿9千万令吉 无杰阿曼毒品罪案调查部总监 南都司理 Kamaluddin 今天在玻璃市夹央召开记者会时 并没有透露是什么时候逮捕这个毒销 不过他强调 随着毒销落网 我警方全权交给泰国 依法对付这名41岁男子 审讯结束之后再决定 是否将他引渡回国 泰国警方早前也充公了毒销 在当地的资产 市值大约8500万泰铢 折合大约1100万令吉 包括了土地 房产和游艇